哎 你女秦相连 叩见青天包大人 你的一对儿女 可曾安顿好了 多谢包大人多方照顾 相连的冤屈若能平凡 他们兄妹二人 就是劫草闲还 也难保包大人的恩夺于万一 听你的言谈举止 不是一般的乡野村府 你可曾读书识资 是的 相连生父 生前是为教书先生 从小而语木然 也曾读书识字 好 既然如此 你该知道 冒认皇亲之罪 论罪当诸 包大人 你是说相连说的全是谎言 不 你不必焦急 本府只是要你先知的 一旦无法确认 你与驸马乃是劫乏夫妻 恐怕 你将难脱冒认皇亲之罪 包大人 相连千里迢迢来到开封 为的是将公婆的死讯告诉相连的丈夫 为的是让相连的一对儿女跟他们的爹见面 相连又怎么会因为任何的原因去冒认皇亲呢 在你家乡的地堡来此之后 本府自可查明 你所说的一切是否属实 然而在此之前 本府却必须对你与驸马之间的情形多做了解 你且一一向本府说明 是 相连自小母亲早亡 随父亲来到陈家村 父亲在村里设了一个小小的私塾 曾子曰 五日三行五身 曾子曰 五日三行五身 为人谋而不忠乎 为人谋而不忠乎 欲蓬娇儿不信乎 欲蓬娇儿不信乎 传不习乎 传父常说 万般阶下品为有读书膏 相连的夫婿 相连的夫婿就是由一个贫穷的放羊孩子 变成一个读书人 他一向向金宝提名光宗耀祖 为了让他达成心愿 于是就关闭了私塾 让他在家专心苦毒 相连的夫婿 乃是农家 只是 公婆年老体弱 无力耕田 所以荒废了田地 关闭私塾之后 相连重新开墾荒地 种植粮食 一家人倒还可以温饱 你一个富道人家 从未夏田耕作 那些农物你担得下来吗 不能担也得担 只要能够完成他的心愿 就是再多的苦 项链也愿意承受 进京赶考 所废不资 你家俊如此清寒 又是如何筹得 进京的盘缠 傅家那一亩三分地 让我出寿 再加上傅老相亲的阶级 勉强可以凑足盘缠 你一家人 又如何为生啊 幸亏林里帮臣 让相连在各家帮用 所得的 还可以糊口度日 然而你在公堂之上曾说 公婆是活活饿死 又带增加 相连夫婿进京赶考不到三个月 家乡徒遭大汗灾荒 乡亲们自身都难保 自然无庸可报 无钱可用 来 东北 春哥 吃吧 娘 我不想喝粥 我想吃饭 这孩子怎么这么淘气 一点都不懂事 太可惜了 娘 你回来了 乖 娘 春哥 爷爷奶奶呢 爷爷奶奶上山去了 爷爷爷说 我和东妹要好好照顾娘 他们什么时候上山的 他们去了好一会儿 爹 娘 娘 娘 爹 娘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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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底下竟然有 如此惨绝人寰之事 切住 这些事 难道那陈世梅 全不知道 相连夫婿进京 赶口之后 便音信全无 我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通知她 如此说来 她高中状元之后 也没有派人回乡报喜 通知家人 是 乡亲们全都不知道 她中了状元 大人 这倒是有违常情 就算陈世梅 没有差人返乡 科长也该在发榜之后 通知原籍才是 不错 既然 不知那陈世梅在何处 你又怎会得知 她高中了状元 而且被公主 召为驸马 回报大人 跟她一同进京复考的 有位同乡举子 落榜之后 回到村里说出此事 向连财带着儿女们 来金寻夫的 你前往驸马府巡夫之时 可曾与那陈世梅见到面呢 没有 没有 他们驸马府的人 根本就不让我们母子进去 他们说 驸马根本就不认识我们 还把我们赶了出来 包大人 相连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所以才来找包大人 向包大人深渊哪 本府明本 请相连 本府自会向卢州查证 过几天 你村中地宝来金之后 本府自会有所决断 你且先回房 照顾儿女去吧 相连告退 付同地 Ilmi 送一件后 网均 没事 10 有